我發現我被投放的金額有兩筆 一筆最大筆的是99544 然後他已經有成功的達到購買了52樣商品 那他們的商品可能是一些球鞋有的沒的 再來另外一筆是15398 是IG的抽獎活動 然後也有成功的購買了10次 我被盜刷了十幾萬 現在變成了窮光蛋 那這一些款項到底可不可以追回 我也不太清楚 那我就來簡單說一下這次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9月18號的時候公司的同事發現了一封信 來自於一間化妝品公司 New Jeans 內容是告訴我們違反了他們的著作權 並且希望我們下載一個來路不明的解壓縮檔 並且輸入密碼打開來進行一個回覆 這邊應該也是會覺得這個檔案有問題 但是已經下載了 怎麼會要跟你確認版權這一些的事情 沒有辦法透過電話 甚至是直接附件 然後一定要傳解壓縮檔呢 那當我看到的時候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我還在想說會不會是我爸又亂回信件 因為我爸很喜歡幫我處理很多公司的事情 而且當天拍攝其實我發生了很多其他更鳥的事情 像是同事發現小熊維尼一個人坐在外面的路上 怎麼會有走路走一走遇到螺螺兒子在路邊 然後懷疑公司是不是有人進來偷竊 那關於這個內容我們會再出另一支視頻跟大家解釋 當我發現到這整件事情不對勁呢 是9月19號的早上 那天我還在呼呼大睡 然後起床的時候覺得說身體好累 結果同事急著打電話來說 酷炫妮你的信用卡被倒刷了 於是當下就決定說那我不要去澳門了 也之所以孫生澳門之旅我要去 啊我因為卡兩件事情 我就變成只能放鳥 關於我放鳥孫生他很不爽的事情 又有另一期視頻大家再去看一下 然後在發現有奇怪的登錄以後 我想說奇怪我怎麼會信用卡被倒刷 我信用卡唯一被倒刷的可能性 就是因為我的企業平台下 廣告有綁定我的信用卡 我一去看果然我的企業平台被倒了 然後他把我的電商官網 換成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國外網站 並且只針對國外顯示做廣告投放 而且用了35個不一樣的網站去做引流 我發現我被投放的金額有兩筆 一筆最大筆的是99544 然後他已經有成功的達到購買了52樣商品 那他們的商品可能是一些球鞋有的沒的 再來另外一筆是15398 是IG的抽獎活動 然後也有成功的購買了10次 所以我原本還在想說 這樣倒刷信用卡他們到底可以賺什麼 因為他還是有成功的去購買他們的商品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像素叫Pixel Depth 2 他的購買事件總數有到9000 我不確定這9000是不是就是被購買9000次 但是邏輯上就是已經有成功 這樣超賺的 就薛海 他的鞋子一雙好像1000多塊吧 30個網站9000樣 平均一個網站300 這樣到底是洗了多少人去幫他花錢做購買 超可怕 這是真正的電商操作方式嗎 這才是真正做電商 那我必須說這個駭客他們非常聰明的地方在於 他們直接使用我們原本的廣告範本 所以他們的名字直接是用我們的中文 像是小寶公短T 甚至是IG抽獎活動 讓我們在下意識一開始看廣告帳號的時候 我沒有發現自己被盜 然後點進去才發現 原來我的卡被扣了這麼多錢 那現在回想還好 因為我的信用卡額度只有10萬 兩張卡我目前都已經全部停掉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粉絲專頁 現在叫做Online Shopping 然後他的貼文 是Sketchers嗎 是不是盜版的我也不知道 那甚至在往下滑就有我們自己原本品牌的眼鏡 超莫名其妙的 然後大頭貼點進去 前面是我們的官網 都沒有人懷疑 覺得很confused嗎 接下來發生更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們其他人的企業管理平台帳號 都被改成非管理員 那還好我有一個下廣告的朋友 他沒有改到 他才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 把我們恢復管理權限 並且把可疑的人給移除 那以前有相識經驗的朋友就說 其實大部分是會被直接提除的 那企業管理平台的可怕是 因為他還可以管理粉絲團 那還好他控管的是這一個 粉絲人數不多的電商品牌 不然他如果控制到的是其他比較大的IP 那真的是會萬劫不負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臉書也有發現奇怪的廣告活動 所以有把那個廣告帳號給鎖住 然後在粉絲專頁的使用紀錄中就看到了 9月18號的下午5點25分 BR電商官網已接受 誠意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管理粉絲專頁 不知道為什麼會在下午5點的時候 有這個接受的動作 再來他也寫說 接受了一個帳號叫 Chrissy List Entertainment 我不知道是誰 管理粉絲專頁 並且將國家限制變更為對美國的用戶顯示 那他可能怕沒有變成管理員 所以在9月18號的下午5點 跟晚上8點做了一樣的動作 就是確認自己 誠意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現在是管理粉絲專頁的人 我猜這個 誠意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也只是一個 詐騙集團所使用的殼 所以那個是你們自己的保養品品牌嗎 你們是說 XXX吧 對對對 這是我們的品牌沒錯 那另外一間化妝品品牌 泥禁師是跟你們有關係的嗎 完全沒關係啊 嗯 應該不是收到什麼詐騙的E-mail吧 對我們有收到類似的E-mail 就是收到什麼樣的內容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收到連結石寄來的 什麼意思 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我們也有 我們的客服信箱也是同樣收到連結石寄來的那種 大騙 E-mail 但是我有跟E-XX那邊求證 那不是他們把說 我們是大騙的 所以那個真的跟你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就對了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也是受害者 那你們有做什麼法律 我們都只能通報 但是我們實際上沒有辦法就是去做其他部分 那你們這邊 沒有有去 跟警察局做報案還是做記錄嗎 對 就是都有去備案 好 了解 我可以理解 因為 時不相關或前幾天 還被相同的手款料送了 你一定要小心 有可能 比如說像MV的那些帳號 一定要馬上換密碼去 你一定要換負擇一點的 他們把我們廣告都從頭到抓了 那我們的部分也是處理了好幾天 那我們後來也有去問其他的同業 最近真的這樣的駭客時間非常非常很多 那我已經先去警察局報案了 我不知道後續會發展成什麼樣子 那我只希望我的錢可以不要被扣住 也可以順利的討回 那我大概今天有一整個下午 就是一直在處理企業平台的管理員設定 那臉書的企業管理平台改版後真的非常非常複雜 如果有在用的人 應該也都會覺得 臉書非常的鳥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難用 那就算移除了可以用貨們 還是可以看到他綁定的像素 不斷有事件產生 可想而知 像我這樣被倒刷的人有多少 有幾萬件的總事件次數 是非常非常噁心的 那往好處想是因為我的信用卡額度上限 本來就只有設定在10萬左右 所以我再怎麼樣損失 也就是10幾萬 然後就跟我爸當初說的一樣 信用卡額度不要開太高 那我以前完全不相信 出國10幾萬 根本不夠花 一定要額度要開更高 那如果今天是額度更高的人 被他倒 那不是他就要刷更多錢嗎 所以這真的是證明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我證明我爸說的是對的 那想當然而 我也把公司的同事罵一堆 這不是很明顯就是 詐騙嗎 但大家在認真處理事情的當下 都很容易會被誤導 這也是詐騙最常做的事情 為什麼你們會被騙 因為他用另一件更嚴重的事情來告訴你 製造你的恐慌 讓你覺得我當下必須馬上解決這件事情 我看到那封信的時候 真的就已經來不及 我就覺得 啊 OMG 算了 我先去做其他事情 結果果然 壞事發生 所以如果你接到來路不明的電話 或是訊息 請你們在看影片的各位 一定要思考第一件事情 他怎麼會有你的資料呢 你的資料會不會在哪些地方 不小心外泄了呢 第二個 各種恭喜你得獎 恭喜你獲得幾千塊購物金 或者是侵權的事情 這種會讓你情緒高度起伏的事情 就代表一定有鬼 你沒有那麼幸運 你也沒有這麼衰 冷靜下來思考 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我知道現在 非常多人沒有使用電腦的習慣 但是看到來路不明的解壓縮檔 請絕對不要下載 因為使用這種解壓縮檔 很有可能電腦會被側錄 甚至會被灌木馬程式 那這些是手機雙重驗證 都有可能阻擋不了的 因為他可以透過電腦步驟記錄 你輸入密碼的瞬間 你的東西直接全部被害客害走了 那我們事後也馬上進行了掃讀跟重關 有一個很可怕的是這個解壓縮下載下來以後 在桌面就莫名其妙盯選了很恐怖的資料夾 然後你要怎麼刪都刪不了 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會遇到 我來分享一下 我後來怎麼處理這件事情的 我在最一開始更改臉書密碼 並且設定了雙重驗證 我還有做另外一件事情是要回覆FB 很多人不知道要在哪邊回報臉書 我一樣在我的資訊欄會貼 如果未來你沒有需要 記得要去臉書回報 設個連結 未授權或不明的收費款項 用這個表當回報 記得要填入你的信用卡末世碼 所以在你剪卡之前那一張 舊的已經不能用的卡 還是要留著 合理的話用中文跟英文同步回覆 你可以使用ChipGPT 把這些東西翻成英文 然後告訴客服你遇到的問題 那對話視窗也會出現在資源的收件夾裡面 提醒各位在臉書帳號 發現了來入不明的遊戲 點進去 可能連結要你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千萬不要做 這些動作都可能讓你間接被撤入 甚至是讓你的個資泄漏 非常非常的危險 而且在改密碼的時候 記得要使用手機 因為如果你的電腦已經是有問題的 你還用你原本的那台電腦去改帳號密碼 那你不就是又被別人抓到你帳號密碼了嗎 然後如果來入不明的信件 聲稱它是YouTube或是FB官方 記得要去確認一下電子郵件的帳號 不要它附一個LOGO說是FB官方 你就真的以為是FB官方 所以說詐騙日新月異 看這支影片的你們要萬萬小心 因為連我同事都有可能被騙啊 那更何況是你們家中的長輩 或是不太常用電腦的爸爸或是媽媽 那一輩子辛苦賺的錢 就這樣子被別人騙走嗎 你甘願嗎 除非真的有必要 不然真的不要在網路上留下任何關於信用卡相關的記錄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的信用卡發現被倒刷 一定要在24小時內馬上申請掛施 並且請他補罰 我當下看到的時候有點偷懶想要回去睡 但是發現快24小時了 基本上24小時內被詐騙的錢呢 國籍上銀行都是可以幫你去cover的 有的是過24小時個人要負擔三千 那相關規定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手上拿的卡別 去網路上查詢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